中共国家统计局27号公布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年减22.9% 其中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 更是大减35.7% 彭博社报导指出 中共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举债 以应对暴增的各项支出 中共在今年前三个月的债券票据总发行量 比同期增长了35% 美国IC设计厂麦威尔 在去年10月宣布裁册大部分中国研发团队之后 近日传出决定将剩下的中国研发团队也全部裁光 苹果高度仰赖光达感测器 作为发展自驾车的基础 业界人士分析 开场深化家戴功龙头稳貌 品质已足以满足Apple Car需求 有望再咬下苹果订单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导